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 全台湾的人民应该和中国大陆的人民一道团结起来 来追求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康乐 各位好 这里是演出这张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投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眼肉牙 新闻首先关心的是中华民国大陆沦陷重灾区的消息 本月4号开始 中共非法政权举行第13次全区人质代表大会 简称人大 本次人质大会将会投票决定未来的总理人选 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谓的投票 不过是半家家酒 赤匪却玩得津津有味 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 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事件 事先就决定好人选再动用个几千个人贯彻党的意志 上演一场投票戏码 哪来的民主呢 应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作秀选举还差不多 然而在这几千个灵眼当中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面孔 现年61岁 4年前曾经自称是台湾女孩引起重怒的林友诗 也有参加这次的演出 林友诗呼吁两岸应该一国一制 还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废除中华民国宪法 并将台湾军队纳入人民解放军 落实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支军队 而课纲 教材也要全部改为中共版本 除了这种颠三倒四的夸张言论 林友诗也透过双身道向香港和台湾的同胞喊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为一合法政府 全台湾的人民应该和中国大陆的人民一道 团结起来来追求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康乐 而不要成为民族崛起民族发展的阻挠 一个61岁的台湾女孩却是香港的人质代表 看来赤匪很缺经费 所以这种舔贡的演员得要一人分饰多角 上演多重人格的戏码 有诗大姐 有诗妹妹辛苦了 同样看起来荒唐的 还有接下来这位灾包 因为她拿着大声工跑到轮陷区的苹果手机专卖店 去帮华为手机应援 加油华为 加油开了 支持国务 中国助金 加油华为 加油开了 支持国务 中国助金 加油 开了 华为 华为手机唯一比苹果好的地方 只有里头的监控设备吧 所以需要加油的当然不是苹果 而是华为 这位灾包并没有说错 请华为继续加油 不然爱用国货的灾包 只能被迫使用苹果手机 导致在爆发文骂美国霸权的时候呢 贴文去写着 Send from my iPhone 太溜人了 华为得加油才行 我国务呢 则是需要加肉啊 本月5号 中华民国福建自由地区 连江县举光乡的沙滩上 出现了几行大字 写着 马防部火防都没肉 肚子饿都吃罐头泡面 马防部火防 煮菜是白饭 我还以为是马祖的国军呢 原来是 实际节目单身 及地狱在我国拍摄 嗯 什么 不是地狱岛的场景啊 好的好的 这个为什么 对岸都没打过来 助手自由前线的国军 竟然已经出现了断粮的危机 原来是马祖举光 最近因为天后的因素啊 民营的货船 已经超过20天 没有补给 导致岛上呢 缺乏肉品蔬菜 国防部也在得知消息后 马上反应 我知道这些以后啊 他们都要有跟我讲 我们马上就有说反应 所以你叫三洞 就运输机来做一个 做一个运 为什么可以拖了那么多天 所以才有相关的反应措施 拖 拖多少天 三十天 但是越马防部 他也跟我讲 以前曾经有过这种状况 多久 因为这是21天的 没有吧 那今天那是官兵说的 他们还在沙滩上去洗字 是不是这个消息 都没有办法传回本岛 这边我就 当然我们官部要检讨 我觉得当官部有保证 以后我们外岛官兵 不会再入狀狂 记者说是20多天 部长说三四天 各位观众相信谁呢 当然是活在天堂岛的部长啊 难道前线官兵挨饿十多天 国防部有可能都不知情吗 而且官兵跑到沙滩上写字 不是绝望到只能这样陈情 事实上呢 这是另类的国军形象提升小妙招 只要民众在沙滩上打卡 就可以获得国防部一份打卡送肉 非常的创新 smart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回岛内 本届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由新竹县政府主办 其中更花费了3700万经费 打造出国内少见的人工草皮网球场 然而本月2号资格赛一天比完之后呢 却传出至少三名的网球选手扭伤 而选手和家长们把过错都推给了 刚刚完工的场地 后面有一块区域就是很多沙子 因为它撒它没有把它铺平 就是摩擦比较小 可以用滑的 但是到没有沙的草坪那边 我就突然停足就会这样滑 然后脚腕就是这样 这样滑出去 然后就这样拐道 草地感觉很临时 就是铺了一层草 就准备要比赛的感觉 之后来看的时候 还是看得到以现阶段来讲 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的不规则 这个场地到比赛前一天都还在施工 当天凌晨五点压死性验收 代表施工单位是多么吹毛求疵 多么善用时间 怎么可能有问题吗 而且对学生运动员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正确的态度 主办单位故意把沙子铺的不均匀 是要提醒小选手团结的重要 千万不能变成一盘散沙 任人踩踏 而场地凹凹凸凸 也是象征人生有起有落 要如何克服呢 则是看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选手受伤的原因 新竹县教育局表示 选手受伤是因为对场地还不熟悉 加上新铺的人工草场摩擦力不足 之后在每天赛事结束之后 也会滚动式改善 不过新竹县政府的滚动式改善 比较不一样啊 必须要选手真的痛到在地上滚动 县政府才会试着改善 而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呢 新竹县长杨文科还是强调 场地符合规定 我要表达遗憾跟不舍 这个是符合赛事的规定 只是在我们台湾 这种场地是比较少 看来是选手少见多怪 而且新竹县政府都已经拿出诚意 要解决场地问题 还是有人找茬 前网球国手卢彦勋贴文表示 全中运比赛球场后面铁栏杆下方 动态大球会跑出去 所以用椅子或广告看板来挡 球场乌龙的设计可以通过验收 真的是哭笑不得 真不愧是新时代的球场 连塑胶椅都可以都光难运摇 比赛的时候呢 当成挡球的墙面 没比赛的时候可以拿回来做着休息 真是一举两得 可惜大家都不懂得这样的极简设计巧思啊 从善如流的新竹县政府和竹东镇公所 只好马上改用网子补枪 还是被网友批评啊 是没有验收好就开放选手使用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 新竹县政府这样做呢 是为了让球场有最顶级的验收 不用花半毛钱呢 世界级的网球好手卢彦勋 就会主动亲自帮忙监工跟验收 交给最专业的来嘛 真的是非常的跳脱框架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关注体谈消息 本月5号 我国跆拳道好手罗嘉玲 在参加美国公开赛前呢 因为体重超出量级标准0.1公斤 而被判失格 罗嘉玲的指导教练刘聪达发文表示 体重没过怎么都不应该 嘉玲心存侥幸 想说可以跟国内一样裸棒 点出超重的癥结 原来是赛会的主办方 禁止选手脱去内衣短裤裸棒 而选手并不知情 虽然罗嘉玲当场把头发剪短 但是仍然无法符合规范 没想到呢 刘教练这篇贴文啊 把错都推给了选手 招来了酸民的攻击 批评教练没有先确认赛会的秩序册 秩序册上明文规定 美国绝对不允许运动员裸身过棒 教练犯下如此低级的失误 遭到抨击的教练呢 只好透过体育署官员表示 不会再犯 教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因为以往的惯例都可以裸棒 才没有特别注意 这要怪也应该是要怪阿美利卡 America太专制了吧 没有照着教练的理解来举办比赛 对不对 怎么会是谴责教练团呢 虽然教练已经给出的说法 还是有无聊的人士 挖出旧新闻来做文章 爆料者表示 刘聪达就是2010年广州亚运 杨熟军电子袜事件的那位教练 因为教练没搞清楚规则 使用旧式的电子袜 害杨熟军失格被禁塞三个月 然而呢 根据当时的报道 刘聪达教练表示 他们不知道电子袜 有这么多不同的型号和规定 对于这样的判决呢 感到莫名其妙 原来过了10年 刘教练栽在大会 莫名其妙的规范 十分的委屈 被判失格这么严重的打击 居然发生在刘教练身上 两次 两次啊 真是太残忍了 请大家好好帮刘教练加油打气 刘教练 加油 好的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 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IG账号 或是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员 一起壮大官媒 露订阅露按赞的观众朋友呢 你所点的生鱼片 就会因为长辈的关心 而被煮成熟食 在场桌 我们再会